歡迎大家來到台北GTALK的聚會 看到一些新面孔 來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北GTALK的造績人 大家可以叫我Eric 我平常的網路上的ID是ERICSK 就是Eric上官 那今天晚上的主題主要是講COME相關的議題 大家都知道上禮拜四 Foodle有發表的Promion OS的Open Source Project計畫 所以經由各社群 國外很多社群有Build的一些Chromion OS的Image 讓大家可以在自己的VM 或者是USB裝在小筆電上面 可以直接來Rub看看這個Chromion OS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今天這個晚上的主題呢 等一下我會先請Gaslin來問我們講關於Chromion OS的部分 從它內容就很差點來Handle 那有時間的話 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這個Chrom extension的開發 那順便廣告一下就是我們預計在12月12號打算辦一個這個Chrom extension的Hack Song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寫程式 那目前這個場地預定可能會在這個正大公器中心 就是在金華街 那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那等一下我再問問大家的意願 那Hack Song的話主要是寫那個extension 那如果大家都有寫出一些成果來的話 我這邊有一些經驗品可以幫大家關於這個 Google Chrome的一些經驗品可以有寫出成果的 那我們今天這個時間現在就交給Gaslin來問我們講這個Chrom OS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Gaslin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就是 大家都想要知道Chrom OS是什麼嘛 那前幾天應該大家接觸Chrom OS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所以那今天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就先來看一下那個 就是那個YouTube上現有的那個Chrom OS的那個時機的demo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秀一下我自己有編出來一份那個Chrom OS 實際的可以跑 那現在大家看這個頁面上這個連結 大家也可以直接把那個VMware或是用Vertial Bus 抓下來都可以跑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這個YouTube上的影片 這一次比較聰明先把他抓下來 他就是拿一台那個小筆電碼 然後現在就是馬上就開始要按下去 然後看多久可以開機 那他發現大概七八秒之內他就沒有按機 然後在這個登錄的畫面上的 那就是Google HomeOS的登錄畫面 那只要輸入帳號密 就是Google的帳號密碼的話就可以登錄這個OS 那他中間在講Fable 好OK 然後看一下他從哪邊看也可以嗎 應該差不多這裡 那在這個場子旁邊有一個幾家 OK 他說這個畫面就跟那個Chrom浏覽器一樣 那只是上面的地方 左邊有那個幾個他預設的 預設的Tab 那 右邊的Tab 就是跟一般的Chrom浏覽器一樣 就是隨便可以自己加自己想要的那個 那個 Wave的畫面 那左邊有一個Gmail 跟Gmail跟Calendar是固定的 那除了這個基本的畫面之外呢 那他右上角的地方有一個相關的那個設定 就是這個整個系統的設定的選單 那最左邊的地方呢 那是Gmail是一個也是線上的 需要這個畫面也需要登錄以後才會看得到 那他預設有四個區塊 一個區塊都是Gmail之類的 跟那個溝通之類有關係的 那當你點選那裡面的選項以後呢 他會從下面彈出來一些Panel 就是一些面板 那這些面板是固定在這個 這個畫面 就是在整個畫面上的 當你切換不同的瀏覽器標籤的時候 他這個面板會繼續存在這個畫面上 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在用 開一個新的視窗出來的那種感覺 開一個新的視窗出來的那種感覺 這個視窗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 這個Nodepad是直接用那個Google Doc去存的 所以當你存了一個這個Nodepad的時候 他會在Google Docs上多加一瓶新的手 那他現在要試的就是說 所有的瀏覽器能做他都能做這樣 那在ConeOS上他有完整的那個Flesh的機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他現在在播的是 當你搜尋的那個 搜尋到MV3或什麼的時候 他出現了 左上角那個 那個播放的按鈕的時候 他會 在這個使用系統內建的 MV3去播放 那他現在要點的這個 是一個Flesh的遊戲 那大家會發現這個系統 好像不能玩比較大的 大的東西 那遊戲上會不會 快 在這個上面都只能有開發Gash遊戲呢 那開遊戲就是 就是 比如說開一個網頁這樣 開一個網頁的遊戲 那這前幾個禮拜 在像PeopleWedger啊 上面